第二酒題 某違規酒後開車的駕駛 喝了1000毫升酒精濃度5%的啤酒 警察領檢時請他對著酒精濃度測試器呼吸 酒測結果 他的酒精濃度超過標準值 於是警察開單告發並當場吊扣汽車 請問此駕駛總共喝了多少毫升的酒精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體積百分濃度的計算 我們知道酒的濃度標示是體積百分濃度 就是每100毫升的酒裡面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現在他的濃度是5% 就表示100毫升的酒裡面有5毫升的酒精 現在我總共喝了1000毫升 所以這樣簡單的一個計算結果 我們就知道他總共喝了50毫升的酒精下去 所以第二酒題問我們說 此駕駛總共喝進了多少毫升的酒精 我們答案選的是B 50毫升 他喝了50毫升的酒精到肚子裡